哈嘍大家好我是Yuro 今天我們肉眼開箱終於又回來了 那今天我們要開的這個東西 就是由我們的助理瑞阿塔 前幾天寄給我的東西 然後他提醒我 一定要去領 他最近這幾天還一直問我說領了沒領了沒 我就想說到底是送了什麼東西 有這麼緊張一定要 我馬上就把它領出來嗎 所以我剛剛就已經去把這個包裹領出來 我拿到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驚訝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盒子 就是一個黑盒子 我不知道這黑盒子裡面是藏了什麼樣的重要的資訊 非得我一定要馬上把它領出來這樣 難道這裡面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難道是法米一家的什麼秘密嗎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飯有的大小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這個盒子這麼大大到我不得不把我的桌面清空 對於我這個小宅男來說 要把桌面清空是一些非常辛苦的事情 好那我們不要多說一些廢話 我們現在馬上來進行一些開箱吧 首先呢這種開箱喔 我們一定要準備一把鋒利的湄公刀 但是我現在很擔心它的裡面呢 是有一個精美的盒子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太暴力去拆盡它 所以我要 我是很想要大聲一點用一些什麼ASMR給大家感受一下 所以我覺得我先把它勾破一個角好不好 勾破一個角 然後 列印微調設計 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看到嗎 列印微調設計 卡片正反 面檢測 雙色列印 九針列印 分離式電影 什麼東西啊 六 六燃味液晶 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傻鬼啊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好大喔 智能打卡鐘 這什麼鬼東西 我跟他說因為 哇賽 不是吧 真的假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假的 智能打卡鐘耶 智能打卡 智能打卡鐘 萬年曆 免內設音樂響鈴 免鎖使 密碼解鎖 自動進退卡功能 自動位移 列印微調 這什麼鬼東西啊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 所以雖然說 我要跟大家說就是 我在年前的時候 跟阿塔在聊天 他就說 要不然我們來做一個企劃 因為反正你也沒有當過社畜 那要不然不然這樣 好啦 不然我 我送你一個打卡鐘 好不好 然後你每天早上起來 你每天早上起來 就 就打卡 你就穿你正裝 穿著西裝筆挺的 然後你就打卡 你就出門 你就準備好你的公式包 然後你就出門 然後 哇這裡還有附這個 哇 還有附這個 還有附這個 這個什麼考慶錶 天啊 我要瘋掉 真的是都打 微電腦打卡低耶 微電腦打卡鐘 然後阿塔就說 他說讓你感受一下這個 就是當社畜的感覺喔 所以送你 他說打卡鐘他來負責 然後我就負責每天西裝筆挺正裝 然後帶著我的公式包 然後我還要錄影 然後錄影我還要 我錄影之後出門 然後我還要說 欸那我去上班囉 然後我就要出去買早餐 然後跟上班族一樣 感受一下這個 要去公式上班的感覺 然後買完早餐之後呢 然後我在 我在走路回家 然後走路回家之後呢 然後我就要拿著我的這個打卡鐘 然後我就要打卡 就是好像就是 欸我現在要進行這個 上班的動作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跟阿塔說 欸好像不錯耶 我覺得這企劃蠻好的 而且這樣子你就是 每天都有 新的影片可以跟大家 公佈一下 欸我今天要開始來上班囉 你就可以打卡 你就可以 打卡 然後等於是說 阿塔就變成我的老闆這樣 他就是 要監督我 上班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之類的 但我 我以為 原本真的是 確實是有想啦 有信思淡淡 但沒想到竟然真的 哇塞 真的給我買了一個打卡鐘 天阿 我可以現在測試看看嗎 太誇張了吧 真的買了一個打卡鐘喔 瘋掉欸 認真 好 現在在我的桌上 就剛好有一個這個 然後我們收到產品 當然都要先測試一下看一下 OKOK 好 現在看起來是 一屆正常喔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真的有量 這個 通常上面都會有一個 先不要撕好 等一下出事 好 那這個123 我不知道什麼 有意思 3 4 5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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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這個7號 今天是7號嗎 今天是7號欸 他好厲害喔 他怎麼知道 現在2點40分 阿2點38分 他怎麼會知道 他怎麼這麼厲害欸 他這個又沒有聯網 阿這個是幹嘛 喔 這個打開就可以看到裡面的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這種打卡鐘 它裡面的 那個 機制是怎麼樣 所以等於是說 它裡面真的是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 很明顯可以看到就是裡面有一些這種 機械的狀態喔 可以看到 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這個應該就是 裡面就是 它那個機器 打 把你這個卡上面這個東西 打打打打打打打出去的 喔原來裡面長的一個樣子 看起來 功能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走起來 喔好酷喔 喔可以換色 好這個我可能要看一下 再怎麼研究喔 我覺得這個 感謝塔啦 我原本還以為他要送什麼 呃 我原本以為他要送什麼 那個 呃 比如說 那個叫什麼 送一些食品啊 斯普拉頓相關的東西啊 結果沒想到竟然是 送一個 打打打打卡鐘喔 這個打卡鐘還會發出聲音喔 好 我相信 我們應該 可以 即刻 開始啟動這個 肉鋪的射出人生喔 像跟大家體驗 跟大家一起體驗一下 就是上班的感覺喔 打打卡啊 上上班啊 跟大家打招呼啊 下班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可以訂一個 比如說 比如說 阿塔說要跟他一樣 他說他幾點上班 我就幾點上班 然後他打卡我也打卡 他下班我也下班 然後我就這樣刷 所以我每天就可以看到一個 漂亮的 就是違建的打卡鐘喔 雖然說我們之前已經 開箱過那個 欸等一下 他裡面有一台這個 他這個裡面有附一張這個 他這個裡面有附一張這個 我們就可以來打開看 對不對 他這個是怎麼樣 違建的卡卡鐘專用 他這個烤琴錶 他另外一邊是什麼 烤琴錶 所以我現在這個放上去會怎樣 喔 所以這邊就會寫一個 7號 就是今天嘛 2點40分 因為它是2點40分嘛 2點40分就是我現在是上班 阿這個又是什麼 後面這是什麼 它這個是寫 驚奇1234567 喔15號 然後後面是到30幾號 所以 所以我打卡 我還必須要看我今天日期 所以如果我現在這樣放下去 就會失敗了 是嗎 它這個是上 上班 那我怎麼知道下班 所以我下 我再這樣下去就下班了嗎 沒有耶它重複打耶 它重複打 那如果我反過來會怎麼樣 它就會打在23號 這就打錯了 喔 所以就會變成是你上班時間 那如果我現在這個 我現在按2的話會怎麼樣 喔 懂懂懂懂懂懂 懂懂懂 它這個就是 它這裡有123456 所以這裡就123456 喔 懂懂懂 那這個加班 這裡有一個加班 這個加班 上午加上午班 就是 喔 如果今天剛好是禮拜天 然後你是上午來加班的 然後你就選擇這個 然後來加班 喔 了解了解 喔 那其實還蠻聰明的耶 但是就變成是說 它這個算是比較陽春型的吧 就是比如說你自己要按一下 你現在是 什麼時候來上班什麼時候來下班 喔 可以耶 所以我這個部門我應該會改成 就是 可以做成 直播部門 跟比如說勞動部門 職位有沒有 直播主 日薪 工作日數 所以它這個 這個加班費跟這個東西 應該是 從後面來 來 就是變成說 最後結算的時候 才會寫上去的對不對 然後出勤 這應該也是最後 遲到早退的次數 所以其實可以設定 它應該這個是只有打卡的 功能 它你有沒有遲到 就是變成是你手動去看 因為它時間打上去 喔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想一個企劃 就是說 我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做上班啦 下班的話可能 你就如果出去勞動 因為你再怎麼早 都不可能比一半上班怎麼早 上班要幹嘛 欸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企劃 就是如果要是企劃 如果達到拿 就可以拿到一個全勤獎金 全勤抖內獎金 對不對 這個想法好像還不錯耶 好啊 那不然就 因為它這個電子打的 當然啦 自由心證 你要去說你要墮避什麼 你是可以 但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嗎 我們今天有這個打卡的這個東西 感覺是 滿不錯 很符合我們的 這個 沒有嘗試過 這個 射出上下班的人 很適合這個東西耶 好 好我 我先感謝阿塔 就是競贈了一個這個 電子打卡中 我還以為是一個什麼 什麼好康的東西 對這確實也是一個不錯好康的東西啊 這是要感謝阿塔啦 好我覺得 好我們 這個2024年呢 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崭新的 企劃跟生活 讓這個 大家在上班上課的時候 可以感同身受 不要覺得說 那個肉肉直播主 整天都在電腦前面這樣 我要跟大家一起 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胞 我覺得這個不錯 好 我再想一下 我要怎麼 進行這個企劃 好非常感謝阿塔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肉眼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好不好 我非常的 驚喜跟驚訝 感謝阿塔好不好 那我們盡快 完成這個企劃的部分 提交出來 讓大家一起就是 看一下我可以 作為一個上班族 我可以維持多久的這個 全期時間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看一下呢 今天到這裡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